从这四点就可以看出一个女人的人品 人品好的女人是多数男人想要的女人 在如今虽然男人很看重女人的外在 但是女人内在男人也是不能忽视的 很多时候男人在和女人交往的过程中 往往会被女人内在所折服 曾经的不爱不喜欢就全部变成了爱 如果你想知道女人的人品是好是坏 那你就必须看她有没有这四点 第一在对别人的评价上 人品比较好的女人在评价别人的时候 往往是比较客观公正的 不会把自己的情绪参杂进去 更不会在背地里贬低别人 而人品不好的女人在评论别人的时候 总是有失公正 她总是说一些不实的消息 和自己玩的好的人她的评价就比较好 和自己玩的不好的女人 她的评价往往就会很差 二在对金钱的态度上 钱可以很好地表现一个女人的人品 如果一个女人为了钱不择手段 尤其是为了钱去做别人的情人 破坏别人的家庭 那么这个女人的人品一定很差 相反人品好的女人 则对钱抱有平常心 她不会为了钱出卖自己的身体和尊严 三在对感情的控制上 人品好的女人是会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感的 比如在外面和男人有矛盾时 人品好的女人会给男人留面子 但是回到家后可能就会和男人各种吵 而人品不好的女人在外面就直接不给老公留面子 四在父母的孝敬上 孝敬永远是女人人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大多数人印象里 如果一个女人的人品非常的好 那么她一定是很孝敬的 那么这个孝敬不仅是对自己的父母 更是对自己的公婆 而人品很差的女人 不仅对自己的父母很冷淡 她们更会打骂自己的父母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